你会将心爱之物送给别人吗 这是性最初的样子 一个没开眼笑的人 手持心爱之物前往祝贺 经文中 眉睫成了鹿角 又增加了配套的鹿尾 珍贵的贝壳 也变成了一颗炽热的心 从此 礼物是一颗真诚的心 和一张难得的完整鹿皮 传闻中 鹿尾变成了倒写的纸 形似脚印 表示拿着鹿皮 真心诚意的前去祝贺 历书中 礼物虽不再完美 但一颗真诚的心 始终没有改变 在所有的庆贺中 再好的礼物 也比不过一颗真诚的心 汉子若指如初见 请 手持心爱之物 缓步 前往祝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